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個人現實繞圈賽的賽制 個人繞圈賽的賽制就是前1分之1繞行的圈數 會作為後1分之1賽事時間的充斥獎項的圈數的參考 例如我們這場比賽是30分鐘的比賽 前15分鐘你如果繞了8圈 因為後15分鐘你可能會騎得比較快 因為快接近終點了大家會比較快 此時我們不一定就是以8圈來計 大會這邊會公告可能是倒數9圈也有可能是倒數10圈 如果看幾號狀況好像沒有人想要衝刺還是沒有再加速 我們也有可能是倒數一樣是維持上半段15分鐘的8圈 這個就是由後半段的倒數圈數跟獎品就會由大會這邊來決定 就是總共要繞行幾圈為終點 所謂的後面後半段的時間1分之1的獎品就是隨機的 我們不會先告訴你說獎品是什麼東西 那就會在大家在通過其終點線的時候就會有舞台這邊廣播公告說 下一圈的獎品會是什麼東西 你們就可以自己去自訂戰術啊 然後去搶這個獎品 因為有可能說下一圈我們搶七七乳加巧克力 那可能大家就意願不高 大家不想搶 這時候你也可以出來搶 因為大家不想搶的時候 起碼你也是一圈的衝刺 比賽就是好玩在這裡 接下來就是我們只要被套圈 你不管是被連線集團或者是主集團 只要是追到了 你就是要下場 因為可能你的能力或者是強度 可能訓練還不夠 我們會不建議你繼續留在場上 只要你被追到 我們會建議就是還是要離場 我們會搶制離場 關於衝刺的獎項 後1分之1的時間裡面 我們會有每一圈都有衝刺的獎品嗎 一個人最多就只能拿5個獎品 就是超過的話就會由第二名來遞補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會不會說這場比賽全部都是衝刺選手拿走 你一定要是想辦法去積極的去爭取你的獎品 接下來是追殺比爾組裡面 我們是會推派出一位大魔王 只要你們能夠幹掉這個大魔王的話 我們就會有頒發獎金3000塊 以及馮俊凱的 藍波美麗達的車隊版的眼鏡一支 那這個顏色的話就只有阿凱才有的 然後追殺比爾的話 最大的特點是 如果今年沒有人可以追到大魔王 或幹掉大魔王的話 我們的獎品 阿凱的眼鏡以及獎金3000塊 我們將持續不斷的累計 所以如果你今年 可能實力還不夠幹掉我們的大魔王 請你努力的加強 然後磨練自己 期許你下一次可以幹掉魔王 然後拿到我們更多的獎金跟這個獎品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團隊限時道拳賽 團隊限時道拳賽不是團隊技術賽 很多人都以為他是技術賽 他是限時道拳賽 他是集體出發 然後一隊會有三到五個人參加 最少要三個人 因為我們是取第三個人的成績 團隊限時道拳賽 這場比賽是限時50分鐘 我們取第三人成績為你們那一隊的成績 所以你們隊伍如果有充斥選手 他騎的特別快 但是我們是不會取他的成績的 你們要負責去把第三個人帶到終點 這50分鐘的時候帶到終點 他才是你們的團隊成績 我們是取團隊前三名 所以不要放棄你的隊友 你如果自己騎得很快是沒有用的 如果可以的話 我會建議你們限時50分鐘 就是一隊就去前面踢踢踢 然後就直接跑走 那你們有可能你們隊伍是最好的成績 團隊限時道拳賽裡面會取前三名 那前三名分別會有獎金 獎金的話第一名是5000 第二名是3500 第三名是1500 然後歡迎你們來報名參賽 如果有淘汰賽的話 我們不分零分組 就沒有在精英組市民組了 然後也不分零 那以報名的人數來決定 圈數以及每一圈淘汰的人數 我們這場比賽最多是100個人報名 但是比賽最多就是30圈 報名的人數 我們會依照報名的人數 來現場公告每一圈淘汰的人數 那到時候我們會取出前三名 第一名的獎金是3000塊 第二名1500 第三名500塊 團隊技術賽 我們以一隊每一隊有三個人 然後可男女混合報名 然後他不分組 沒有市民或市民精英組 那我們這一場是分隊出賽 是每一隊只要騎兩圈 然後我們取每一隊的第三個人的成績 為該隊的團隊成績 那這場比賽我們取前三名 前三名的獎金有1500 1000跟500塊 這場比賽 就是它是唯一一個不是集體出發的項目 它是各隊出發的 所以如果你們害怕 像一般的繞圈賽 是跟不認識人一起騎車比賽的話 這一場比賽是你們可以報名的項目 為推廣單車運動的水準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比賽是入選了 2015年國家隊的自由車選手 都僅限於報名 個人限時繞圈賽的精英組 其他的賽事啊 例如說團隊限時繞圈賽 落後淘汰繞圈賽 團隊技術賽 這些項目 他們都可以報名 但是報名的話 我們不計成績 也不能拿獎品 我們就是鼓勵他們可以來訓練 然後提高整個賽事的強度 但是我們為了推廣 讓更多的中低階層的選手 或者是中高層級的選手 能夠勇於來參加 不要怕說因為高手太多啊 所以你不敢來報名之類的 我們開放他們來比賽 但是把速度啊強度拉高 但是他們不會去跟你們競爭 最後的名次跟獎金跟獎品 歡迎你們來報名參賽 實際上能夠交往之旅的旅程 雅